油亮的大腸香腸 烤盤上香味十足 飽滿的糯米加上花生香氣 配上蒜頭味道更是一絕 小朋友特別喜歡吃什麼 小明雪 不只大腸包小腸 一旁關東煮鍋裡 明顯黑輪 魚板樣樣都有 還有這個烤黑輪更是必點美食 有時候經過的時候就會吃 像我家住在那邊的時候 有時候我放學 像高中放學我就會買一份 然後回家吃 我會點大腸包腸烤冷 然後脆腸和豬皮 這間位在高雄樂群國小旁的 大腸包小腸店經營四十多年 從校園圍牆賣起 到現在三角窗店面 許多顧客從小吃到大 也是學生必買的放學小點心 校園美食不只這些 像是在這間三明區的蔥油餅店 開業二十多年相當受歡迎 手工麵團包滿肉末 蔥花 擀瓶下鍋 煎得滋滋作響 打上蛋加上菜翻面起鍋 蓬送厚實的外皮一口咬下 超有飽足感 差不多會來個兩次吧 口感滿酥脆的 還滿好吃的 東彈居多 對比較飽足感吧 有時候那個家長跟我們很熟的話 他就會錢寄在這邊 他說小朋友下午會來買 就拿給他這樣 老闆說小朋友大人都愛吃 甚至有民眾一個禮拜吃兩次 不只蔥油餅 還有這間開在鼎山國小旁的炸物攤 一樣經營二十多年 肉串一串十元 雞排則是二十元 許多人從小吃到大 校園門口美食不僅物美價廉 也傳承許多人共同的回憶 3D新聞圖永泉 陳雲安 高雄報導